二十一 一省之田 唯一事之用甚多也 一国之祸何以绝之 国人国土而方养之 一人之力 颇大者则伏及其重推之量也 世间上的万事万物 它们之间的大小 其相应的能量和作用都是相对的 通过互相比较即可得出来 如果没有比较 就不能看出大小 也无法相应其所适用的道理 正如一个省的田地 拿来供一个适用的话 就会觉得很多 很宽 很广 但如果一个国家来用这一个省的田的话 就不够用了 就不能满足 所以说 一国的人 要一国的土地 才能养起来 这里 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 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 本事 都是有限度的 只有众人的力量积累起来 才是真正的大 才是真正的大 那么多难以为 我可以的